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家人其乐融融、有福分、生活惬意 晚年更是轻松舒适、绵延长寿 生日尾数是二 二是非常吉利的数字 生日尾数为二的人不太喜欢表达自己 但是对待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主见 一旦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他们内心就会难以抑制自己的怒火 一不小心就大动肝火 生日尾数为二的人 在运势上都处于一个旺盛的状态 也就是说 倘若自己肯付出 就必定会有不小的回报 前提是必须有一定的耐心 才能收获成功 半途而废 只能前功尽弃 他们虽然脾气火爆 但是心地善良 很多时候都喜欢帮助别人 甚至有时候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 也愿意去成全别人 生日尾数是三 生日数字为三的人 一般家里条件不那么好 所以从很小他们就很懂事 帮家里做家务 他们懂得体贴人 很善良 也很争气 会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 而努力打拼 他们总是广洁善缘 乐于助人 所以一生福报满满 人缘很好 慢慢地 他们会把生活越过越好 男的事业一片光明 女的则是一生富贵 生日尾数是四 数字四 亦为集四方财博 望四带福气一说 四在音符上也代表发的意思 农历初四日一般就是黄道吉日 所以出生在初四 十四和二十四的人 好命为天生 生日尾数为四的人 不仅最多才子家人 更多数是心智坚定的潜力股 在事业上能屈能伸 擅长交际 精于人情世故的把控 所以钱财权势都将不缺 这辈子红红火火 生日尾数是五 五这个数字并不是天生代财 生辰之日是阳气化为财 这辈子遇到的贵人不断 因此需要得到贵人相助 才能在后天发展起来 生日尾数为五的人 任性但并不无理取闹 他们在做某一项决策时 虽然理性的声音告诉他们 怎样做比较简单 但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 偏偏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 他们运气很好 平安吉祥 一生的经历很顺利 随你所愿 有超人的天赋和才华 组织能力极强 有敏锐的洞察力 在工作中警惕性特别强 生日尾数是六 数字六在中国是非常受欢迎的 它代表着事事顺利 万事如意 与六有缘的人一生都会很幸福 从小到大都能一帆风顺 生日尾数为六的人 得上天眷顾 天财运极旺 自身对钱财又比较敏感 智商和情商都很高 能够嫁入豪门 一生都不需要为钱财发愁 他们外表给人的感觉很强势 其实内心很脆弱 经常会胡思乱想 他们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在意程度 虽然嘴上说话不留情 其实不过是典型的嘴硬豆腐心 生日尾数是七 数字七 在命理学中属于极富有才气的数字 而出生在农历初七 十七和二十七的人 命中脚踏七星 生日尾数为七的人 个性鲜明 天生智慧满怀 更拥有过人才情 虽然爱才但是取之有道 无惧贫穷 敢于奋斗 不管出身家庭情况怎样 这辈子总有一次发横财的机会 他们命中贵人很多 在贵人的扶持下 凭借顽强的意志能够白手起家 大有成就 名利双收 富贵一生 丰衣足食过一生 注定不是穷人命 生日尾数是八 八在中国一直与发同音 因此很多人都把八视为财富的象征 生日尾数为八的人 乐观积极 拥有极佳的财质 他们的命运都会比别人要顺畅得多 一辈子少有烦恼 多有贵人 事业之路顺风顺水 他们虽然一生财运极佳 但相比于金钱 他们更注重感情 对于婚姻也有着比较高的期待 希望自己在对方心里 占有重要位置 不过凡事都有适度 不然会顾此失比 生日尾数是九 生日尾数是九的人真的是太好命了 他们往往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 但因此 缺点也明显 顺风顺水的环境 容易造成他们贪图享乐 沉迷放纵的性子 一旦如此 便会使得原本畅通无阻的财路 变得荆棘满地 他们如果懂得克制 这一生便会很安稳 婚姻生活也会顺畅 事业也能够成功 他们能够收获真爱 收获幸福 爱情事业双丰收 长寿富贵一生 生日尾数是零 零这个数字在意下 在顺序列表中时常容易被忽略 而零等于无 也会经常被认作 是一无所有的感觉 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的 生日尾数是零的人 往往勤奋刻苦 聪明伶俐 天生聪明的他们 一旦找到财路 便很容易就能取得成功 一生钱财不会断 贫富尊卑靠自己 他们在感情中 也是很愿意付出的 但是他们又对自己的付出 抱有较高的期待 希望你能看到他们的付出 并且能够有所回报 那么你的生日尾数是多少 快来对照看一看吧 感恩你的观看 此文若有谬误 我皆忏悔 此文若有功德 普皆回向 愿须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 都能离苦的乐 消三丈诸烦恼 得智慧真明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请您关注佛语 或留下宝贵建议 别忘了把佛语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 更好的自己 一起见证光明